欢迎收看新闻最前线,我是关善瑜 我是章淑恒 印尼西部发生海啸,最少222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 6个在当地旅游的台湾人被困,其中2人伤势较严重 游据文化,事前没有海啸先兆,也没有海啸警报 当局相信,海啸同早前的火山爆发有关 转跟进下,广东再出现非洲猪瘟疫情 最新一中,是广州黄埔区一个养殖场,当局封锁猪场和杀猪 有本港猪农担心,疫情会蔓延来香港 逐请政府禁止广东省的猪脊攻港 政府说,广州黄埔区没有攻港猪场,会密切监察最新发展 及早落实相应措施,马晴晴报道 民主派发起游行,抗议律政司决定不就UGL案 起诉前特首梁振英,也没有寻求独立法律意见 大会说有1200人参加,警方就估计最高峰有525人 议员林卓廷说,如果律政司司长郑的话拒绝解释 会在立法会提出不信任动议 6架超级跑车涉嫌在大埔公路高速行驶 其中一架失事反转,司机和乘客受伤 警员调查时,有跑车企图逃走 警方最后在中文大学内折停部分跑车 6个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年纪最大的是70岁 警方调查是否涉及非法裁车 亲自会议报道 失事的法拉里,整架反转 前胎几乎撞掉 死气喉撞歪了 整地都是玻璃碎 男司机和女乘客受轻伤 自己爬出车外面,在救护车上接受治理 这架超级跑车属于较旧款型号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 早上7点多沿着大埔公路往大埔方向行驶 西渡近赤泥坪对出 突然失控撞向路边山坡 警方在行动中同时折停这5部超级跑车 警方今个月初起 在大埔一带打击非法赛车 搜集情报和观察 发现每逢星期日凌晨至早上 都有超级跑车在区内高速来回行驶 今次已经是第三次 警方派出隐形战车 由大埔广幅回旋处 开始追踪这批超级跑车 它为什么会发生交通意外呢 其实当时我们还是一个埋伏式行动 观察的时候 它已经发生了交通意外 并非因为警察要去截停它 或者作出任何指示 当我们知道它有交通意外的时候 其实我们想上来处理这种交通意外 但是谁不知就有三架超级跑车 反而就是想企图逃走 警方分别在中文大学里面 和近中大的巴士站折停距地 警方已涉嫌危险驾驶 拘捕涉案的六个男司机 年龄由43岁到70岁 警方又说这个路段时速限制 每小时50公里 但是用数码摄影仪器 计刀批跑车平均时速有98公里 至于这些跑车 是不是经常在大埔公路近赤泥平一带出没 以及车主之间有没有联系 警方说需要再调查 有线电视记者陈志永报道 年双九帮回侧意外之后 运输署将大埔公路部分路段 时速限制由70公里减至50公里 有传闻说问题是部分路段 维持持速70,限速不一 担心令到司机混入 又建议交装快相机而起作用 运输署就说 现时限速安排是合适 回来新闻时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保证 今晚财政年度一定有盈余 他有 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辞职后 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特事麦格克也请辞 抗议总统特朗普全面从敘利亚撤兵的决定 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摆 多项公共服务因而暂停 民众期望可以尽快回复运作 总统特朗普就取消优价 同民主党继续错相 但由于参议院要到星期四才復会 预料联邦政府到圣诞之前 仍然会局部停摆 世界冠军球回杯黄家马得利实现三连冠 决赛以4比1击拜东道主艾艾恩 翠富华报导 转塔本地高级组人排4强 杰志3比1击拜东方龙丝率先打入决赛 林判民报导 再来看NBA勇士主场赢独行合4分 各位这期新闻报导员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